國民大會現在在YT上面也有直播 有我們自己專屬的頻道 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還有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我們現在電視螢幕下面 右下方有個QR Code 是我們TVVS新聞網的APP 請你拿手機起來掃 加入了這個TVVS新聞網 隨時都有最新的新聞 而且我們散布50 還有一些好康的活動 前中研院的院長翁啟惠 他涉及不時的財產申報 還有這個沒有 沒有做到避嫌的這個問題 因此他被監察院彈劾 而且工程會後來也都懲罰了 他雖然說法院沒有把他判刑 認為他是無罪 但法院也認定 他確實有財產申報不時的一個狀況 沒有想到隔了這麼多年 現在在蔡英文提名的監委主導之下 他居然被平反了 變成無罪了 我們先聽一下2017年 當時通過彈劾的監委 怎麼說 翁啟惠 他自己在任內的時候當院長的身份 然後訂了一個立衝迴避原則 結果這個原則他自己帶頭違反 那當然還有包含了對外解盲的十點 他有相當大的爭議性 那最後還有包含他對記者 在公開的媒體上說他沒有耗鼎的股票 其實這事情我覺得還非常印象深刻 最大的國人不能接受的點就是翁啟惠 當大家一開始他幫這個耗鼎的新藥 來做背書的時候 大家直覺就說 你有沒有這個耗鼎的股票 當時他發表聲明說沒有 我們都沒有持股 沒有想到他女兒有持股 而且用的錢就是翁啟惠給的錢 對 因為這件事情翁啟惠前院長 他在2017年剛剛我們看到的 這個掌櫃美纖維 他在經過調查之後 直接給他一個結論 就是要彈劾前中院的院長翁啟惠 但是因為彈劾的時間是在2017年 到了2018年的時候 司法調查發現說 雖然他的女兒有買那一些股票 而他一開始說我沒有 結果發現你女兒有 那女兒的那些錢也不是賄賂 而是他另外再給一個叫張念慈的人 給他錢以後所買來的 女兒39歲基本上他沒有那麼多錢 是爸爸給的錢然後去買的 但是有買不算貪污 所以沒有不法 可是申報有不實 到了2018年的時候 沒有罪但是申報不實 這個部分在司法判決當中 是得到確定的 而在2019年工程會 現在變成懲戒法院 也是判他申戒的 被監院彈劾 司法判無罪但是申報不實 工程會辦申戒 2017 2018 2019 這都已經是成年往事了 這個case非常的大 因為他是翁錦惠 原本大家認為翁錦惠的學術成就 有可能拿到諾貝爾的獎 可是這翁錦惠 非監察院給彈劾之後 他就覺得這樣我沒辦法拿 這個諾貝爾的獎了 剛剛看到的這個掌櫃美 這個監委 他是在2017年的時候 所做出的彈劾案 2017年之前 很多都是馬英九前總統提名的監委 但是2017年之後 蔡英文總統上來以後 他後續再提的那些監委 以及現在新的監察院院長 已經是承舉了 事情不一樣了 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再輪一次 既然司法判決我無罪 對不起 不可以讓我留下一個污點 我希望上訴把我的彈劾給重新撤回 這是這一次我們討論這個事情 可有可能 已經做出的這樣的決定 彈劾可以撤回嗎 監察院居然他重新調查 而且史無前例的 從來沒有在監察院當中的 一個案子查了三次 2017年剛剛看到的第一版報告 是認為翁啟會確實 是用權力圖利自己跟他人 他人就是他的女兒 那監察院通過彈劾 彈劾的案子到了2020年的時候 第二個版本出現了 認為說 翁啟會無罪了 你看2018年無罪 我這樣講大家應該聽得懂 到了2020年的時候 背景已經是 可是你2017年彈劾 他2018年無罪 既然是無罪的話 請法務部避免濫訴彈劾 就不要亂彈劾了 再來2021年的第三個版本 就是我們現在談的 最新的這個版本 翁啟會沒有違反 利益衝突法 也沒有財產申報不實 那個是他女兒的跟他無關 所以通通沒事 所以翁啟會有權去申訴 撤回他的彈劾案 重點來了 現在的纖維 王美玉他講說 監察制度採刑的是 刑程並刑 雖然他2018年的時候 他的刑事上是無罪的 不代表他沒有行政的過失 不能因為他司法判決無罪 他就沒有在程序上面的 這些缺失 所以監察院還是可以彈劾他 工程會還是可以申戒他 而這兩件事情 並不影響他在司法上面 是無罪的 可是我剛剛已經講到了 因為這個翁啟會 一直被外界賦予 是不是有可能 為我們台灣拿一個諾貝爾獎 那他被承接就 所以其實很多支持他的人 這個說法翁啟會後來 我就要講說 沒有 我這次出來 要幫自己找一個清白 並不只是為了諾貝爾獎 可是你看程序院長是怎麼講的 程序院長講說 監察院的彈劾 跟工程會的申戒 對大師的人才是一個損傷 我還是一句話就講完了 大師還是大師 他確實是大師 但是用女兒去買 那個浩婷的股票 而且他買股票 他成立那個股票的帳戶 跟最後買股票 中間只差一個禮拜而已 這麼大的一件事情 他自己一開始跟大家講說 我沒有 但其實你用你的女兒 當人頭這件事情 確實有很嚴重的缺失 監察院都已經彈劾你了 居然可以一案三審 在過去從來沒有這回事 那蠻有情緒 我們就覺得說 監察院的做法 有點不可思議 會嚴重傷害 監察院的公信力 我也坦白跟大家講 後面大家就知道的意思了 現在監察院如果是跟我們這邊一樣 我是綠的 看到你們都是綠的監察院 好懂 不管是彈劾 不管是究竟 我都可以去推翻 但如果是跟我不合的 我先忍一下 等到下一次再換人的時候 我就可以平反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問一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 綠色就是原諒的顏色 因為包括 如果說這一次 這個事情可以平反 那丁允宮的性騷案 還有包括邱泰山 他之前的關說案 是不是也可以在監察院裡面 獲得平反 還有之前撕菸案 柯總召兒子的大麻案 現在也都沒有事了 所以綠色真的就是原諒的顏色 當然是 很有可能會變成這樣 現在這個是非 好像必須要因人而異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個案子非常簡單 翁啟會這次被什麼起訴 就是貪污治罪條例 所以要證明他有沒有貪污 大家就是按照法理 或者是他們的交往關係 來看就好了 我簡單把他們的關係 剛剛在幫尾翰 再加一點點人跟人 之間的關係 整個所有東西 應該都是繫在尹燕糧 尹老闆身上 當初其實他尹燕糧跟翁啟 還有張念慈 他跟張念慈比較好 那時候本來從 他要買一個股票開始 他們在美國是同僚 大家好朋友 有時候每次有 我相信以後我有什麼好的公司 或是 耀州 要不要投資我一下 因為他好像也是跟他一起 創號頂的 對 既然大家都是好朋友 所以後來把翁啟會介紹進來 開始就有一些投資 但是這三個的關係 本來是鐵三角的關係 這些 尹燕糧他是擁有資金 張念慈他也是擁有資金 他是老闆 翁啟會他是擁有技術 所以他把這個技術 轉移給號頂 尹燕糧把資金都拉進來 然後這樣子的關係 裡面有沒有貪污的問題 就是這一次檢察官跟法官 他要去證明的 翁啟會的講法是說 如果我的計轉有問題 是貪污 以後大家都不要計轉 這麼簡單的邏輯 看起來好像對對不對 他第一個論述就是說 他第一個論點就是 這個我計轉的時候 號頂本身就有這個能力了 也就是說我本來就有 翁啟會手上的這個疫苗 要把它改成比較簡單 用那個技術不要講 那個太複雜了 他本來就有了 我再計轉給他 那我再去收這些東西 有什麼對價關係嗎 沒有 他本來就有 我也有 我們兩個應該是合作 計轉給他 然後再從裡頭 我有股票給我女兒 奇怪 我哪裡有貪污 剛偉官講得很清楚 奇怪 你女兒又不是裡頭的 計轉 也不是資金 為什麼突然冒出他的三千張 他沒有辦法證明這個 所以這個案子就變得很奇怪 他第二個說法是什麼 第二個說法是說 我計轉給他是為了省錢 我不但沒貪污 我還幫浩鼎省了一筆錢 這是幫助國家 結果你們現在用貪污資訊力 來提出我翁啟會 怎麼對呢 其實整個很複雜的過程 剛剛我講得清楚 他用那些東西來證明他無罪 事實上整個浩鼎裡頭 好多很奇怪跟當朝的人物 很多大咖的人物 對 然後全部都跟蔡英文有關 然後包括富泰投資 那時候哥哥 蔡英陽 是這個董事的成員 然後他投資浩鼎升級 第五大股東 持股比例1.91 第五大股東就是1 2 3 4之後的5 奇怪 怎麼跟蔡英文有關 再來李世光 不過他當選之後 有交付信託 對 還有交付信託 這個要講一下 因為總統他不能那個 對 又說我們沒有辦法 李世光就是前經濟部長 他的弟弟叫李世仁 這麼剛好 奇怪又是浩鼎升級第三大股東 在這些人中間 結果他辭去了浩鼎董事的職位 你自己都覺得不妥所以 所以這樣子 我剛剛講到現在 你有沒有覺得很好原諒 哪怕你女兒 哪怕你所有滿朝文武百官 都跟浩鼎有關 全部無罪 連監察院都很難去彈劾 我們就要不禁的 把所有案子再拿回來看 是不是綠色就是原諒的顏色 科菌藥還起訴 借飲治療 沒多久 最近開始我們立法院 我們行政院 把案子送下來 立法院要通過 只要是自己用的 我可以減刑 減刑 再減刑 因為大法官減事了 大法官其實本來只有減事說 如果自用 依照現在社會 大家都在 很多人在種大麻了 可以減一半 減完一半 然後送去的法院再減一半 也就是 現在如果自己種大麻 以前七年 現在幾年你知道嗎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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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出飯再減一半 剩六個月 於是以後適用科菌藥的條款 每個人 只要沒有那麼故意 全部都可以放出來 六個月 六個月可以完行 就可以出來了 對 是不是原諒的顏色 只要有這樣子 我就可以原諒了 還包括私菸案 大家還記得吧 最重要的當時的警衛室主任 陳敏華 當時是三顆泡泡 有沒有看到 現在是一顆星 再來邱泰山更不用講了 他那時候跟立新醫院 那時候他辦立新醫院 逃漏稅的那個檢察官 的檢察長 還被叫去重慶南路的一家 日本料理店 不是太郎 日本料理店 然後還跟他講說 處理一下吧 這個可以認罪協商的 結果後來他也去辭了 最後更不用講丁雲工 連彈劾都很難 現在是送懲戒法院 好這些事情 大家感觸很深 董哥我想請教一下 那你怎麼看這些狀況 已經這個監察院 確定彈劾 連工程會都已經罰了 居然還可以平反 對 因為監察院 就是民進黨 所以我們過去罵監察院 把陳勢旺罵錯了 因為有人比 有一群人比陳勢旺更夠問 陳勢旺過去 也不過把 就是馬航九的案子 法官找來問一問而已 我們現在看到是不是 我們現在是看到 疫情人 然後把過去的 自己的調查案 然後一改再改三改 然後還垮垮而談 所以我說 翁企會他非常清楚 因為現在是民進黨執政 是自己人 你知道蔡英文總統 第一次當總統 去巴拉馬訪問的時候 飛機走到一半 翁企會被起訴了 翁企會是蔡英文的 生意合夥人 他們過去以昌漢就是在一塊 一起投資一起做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合夥人 大家弄在一塊的時候 有時候 你都裡面有很多 就不可告人了 大家都講不清楚 剛剛看有志跟那個 偉翰 偉翰把那個事情 原原本本都講過來 你就知道他裡面有多厲害 賴清德要選總統的時候 他是新桃流的太子 他去找陳吉 陳吉是行統掌門人 吉姐你要支持我 陳吉擁抱他 三代兄弟我一定給你支持 結果陳吉回去馬上出賣他 對不對 賴清德大家還不能接受 原來三代兄弟是翁企會 對不對 蔡英文第一次出國的時候 然後在飛機上 所有記者都從自己的報社電視台 知道翁企會被舉訴 你第一個反應應該怎麼樣 應該去賭蔡英文的賣 總統簡直是你手上的人質 裡面同飛機 那廚房很方便直接問他 很方便 走到哪裡就問他 沒有人問 沒有人問 完全沒有人問 後來蔡英文很開心 他任務完成以後 飛機要回程 要到美國的時候 蔡英文太開心 他在投診商 記者在經濟商 蔡英文特地走出來 跟記者這樣有說有笑 那記者就假裝跟他抱怨 我們都跟你工作九天了 都沒休假 蔡英文就縮著腰 像大姐姐一樣撒嬌 你們要跟你們的老闆講 不要讓政府公親變世主 記不記得那一段 其實蔡英文 因為翁企會的案子 他沒有被強迫賭賣來問 他非常感謝記者 所以你知道這些自己人 翁企會的情況是一樣 翁企會最大問題是什麼 是說謊 意在說謊 翻來覆去 那他講這麼多事情 沒有人相信 你知道嗎 今天翁企會要翻案 監察院其實不行的 因為已經 這個等於說是定案了 那現在 士林地方委員 應該對翁企會做什麼 做違證 違照文書 讓公務人員登載不實 你要翻案 我就辦你 違照文書最嚴重 跟違證案一樣 那我們今天看到了 翁企會老神在在 因為有那麼多人 把他當三八兄弟 他太穩了 不過今天有一個 非常不幸的消息 事隔短短不到五個月 我們的F51又失事了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